大家好,歡迎來到新式神明燈研發團隊的研發基地 首先要為您介紹的是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沙拉利沃克繪圖軟體 這是一個繪製好的零件 將這零件儲存之後,轉至我們的CUI切片軟體 在CUI這裡可以看到印製一個零件所需要的時間 以及它使用的材料功課數 然後將這個CUI的檔案存檔至3D列印機所用的SD卡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3D列印機做列印 現在來到我們的3D列印機 打開電源,插上SD卡 點選文件 點選所需的 它就會開始升溫 升溫到205度便會開始印製 這是我們作品完成的組合彩線圖 接著來到我們組裝區 這是我們平時會用到的工具 有錯刀 砂紙 螺絲起子 鉗子 鏟子 鏟子 油漆筆 凡士林 以及最重要的 油標卡尺 我們這裡有不同樣式的花瓣 以及不同外型的主燈 可以做多樣的選擇 而我們的花瓣還可以搭配油漆筆彩繪 來補足3D列印 只能輸出單一顏色的缺點 來增加它的美觀性 接著會由我們B同學為你做零件介紹 以及組裝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底座 這個藍色的部分是我們的外殼 我們已經連接上去的東西是連接底座 以及外殼的連接件 紅色的是主燈 裡面有LED燈泡 以及LED燈泡座 白色的部分是我們的環狀尺條 這個是我們的蟲洞軸 裡面有蟲洞齒輪 蟲洞齒輪 這個是我們的圓柱形凸輪 它是最重要的零件之一 因為它是攸關到主燈能夠上下開合的運動 是否正常 蟲洞齒輪 也是重要的零件之一 因為它是由馬達 將動力由馬達傳至它 再傳至蟲洞齒輪 以及環狀尺條 使花瓣能夠做旋轉 我們現在開始組裝 先將它們放好 然後將電線插入 事先設計好的洞 然後進行組裝 然後進行組裝 我們組裝 都是由 對稱的 組裝 因為這樣我們 它的強度就已經夠了 我們會設計四個洞 是因為 塑膠材料很容易被 它刮出 把它擴空 所以我們設計四個洞 好 組裝完成以後 將螺絲鎖緊 我們插上 自動把手 插上去以後 就可以轉動看看 它是否正常 好 它是正常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啟燈 開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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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底座安裝了MP3播放器以及喇叭 使他能夠播放佛金 本次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